祠堂那裡供奉著祖先的牌位 同時我現在也明白 為什麼廖光明說這裡都算是陰窄的一種 因為這裡有祖先的牌位 自然都算是祖先的住處 所以都算是陰窄 一般的祠堂 都會是家族舉行什麼大型活動 重大集會的時候才會用到 但是現在這座祠堂的大門 竟然是虛染住 我更加確定 放臭屁和賀蓮湘他們應該來這裡 我和廖光明推開了祠堂的門 順著門廊就慢慢走進去 這個賀蓮家族的祠堂 見得也算是富麗堂皇 在祠堂前廳的上空 掛滿著牌匾 有什麼世代流芳 同根共榮 敬中超德等等等等之類的 看起來也是頗具規模 同樣迎面而來的 是一座麒麟玉套書牌峰 繞過這座屏風之後 正面擺放滿滿的牌位 和這些牌位相比起來 更加吸引我們的 是擺在牌位面前空地上的一個三腳架 那個三腳架我們曾經見過 就是在老賊的時候 放臭屏曾經用來陷擦風水的 現在擺放在這裡 說明他們 已經是來過這裡了 現在 除了這個三腳架之外 就見不到他們的身影 於是我就有種 不祥的預感 隨口就叫了一聲 放臭屁 啊不是 放大師 賀蓮湘 你們是不是在 看到呀 由於這間屋很空曠 所以 除了回音之外 根本就聽不到有人回答我 雖然我對那個 放臭屁沒有什麼交情 甚至乎都有點討厭他 但是此情此境 我就有點擔心 因為他們失蹤得 有點離奇 到底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 才令到他們丟下這些東西不理 而走了去呢 這陣時廖光明對著我說 不要慌 我有個辦法 試一試這個祠堂的水 在祠堂中間那裏 有現成的蠟燭 廖光明對著那些牌位 點了蠟燭之後 後退到門口位置那裏 然後 隨身拿了一個索料瓶出來 在索料瓶裏裏 拿了水就抹了眼 用一種奇怪的姿勢 拜伏在地上 全身撕展開來 對眼 死死地掘著牌位的方向 我只是覺得奇怪 但就見到廖光明向著我這邊揮了手 意思是 叫我按照他這種方法照著做 我也有樣學樣趴在地上 用他的水抹了眼 哈 那些水抹了眼之後 覺得很清涼 然後非常舒服 開始的時候 什麼都看不到 但是保持著這個姿勢不變 慢慢就發覺 在祠堂正堂下半咪的地方 出現了一層又一層的水波浪 我嚇了一跳 差點就想站起來 誰知廖光明按著我 叫我繼續看下去 沒有過了多久 在這些水波浪當中 出現了一個奇怪的人影 那個人影 在大堂當中跳來跳去 一刻都沒有停過 我閉著呼吸 認真地看下去 慢慢就發現 他跳的步 不是亂跳的 而是有一定的規律 他先是從房的四角 依次順序 一下一下地跳 最後回到正中央 他跳到正中的時候 人就消失了 然後又在四角的某個地方 出現了 周而復始 最後又在正中央消失了 廖光明低聲地提醒我 你認真地看看 他不是一個人 我沒聽明白 不是一個人 難道是兩個 那還有一個呢 不過我找了很久 也看了很久 明明是一個人在跳 怎麼看都不是兩個 但是後來 影像越來越清晰 我才明白廖光明所說的意思 他是說 原來在這裡跳的 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個掌滿無的怪物 廖光明拍拍我 是要我站起來 等到我站起來的時候 那些水紋波浪 和那個長無怪物 已經消失了 廖光明告訴我 這是一種 是一種特殊的 勘查手段 抹的藥水 是武牛的眼淚 他說 武牛在懷胎的時候 眼水是特別多的 而他的眼水 能夠洗滴 世間一切的邪物 經過他眼水洗滴之後 可以看到那個怪物 應該就在這間屋裡面 但是到底在哪裡 他都說不定 初步懷疑 這間屋的四個角落 都是擺著一些東西 可能就是這些東西 影響了他們家族的運數 做完這些東西之後 放臭屁和賀連傷都還沒回來 而廖光明說 就算看到那個長無怪物 我們暫時都沒辦法去處理 只能夠回去 叫李伯叫多些人來幫忙 我點點頭就說 或者 他們兩個人已經回去了 都說不一定 而這陣子 在政黨裡面 已經沒有其他門 我們只好退出去 出來之後 天已經黑齊了 我們剛剛走到門口 突然之間 聽到從祠堂裡面 發出一聲哭聲 那些哭聲不是很清晰 可能出於恐懼 那些聲音已經聽不出是男是女 而且哭聲中途就沒有了 聽起來 好像是喊到一本 發現了什麼可怕的事情 停住了 我跟廖光明對視了一眼 我問他會不會是 賀連傷 廖光明點點頭就說 估計是 我們要不要回去看看呢 或者 他們會不會出了什麼危險呢 廖光明看著我 很意外地回答 我們是出來賺錢的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沒有必要多此一舉 這個是他們自己家的祠堂 發生什麼事 我們都不要插手 我對廖光明這個態度有一點意外 不過 他在這個時候選擇明治保身 都還算可以理解 我也不知道從哪裡來的勇氣 對著廖光明就說 郭明哥 這樣 你回去叫李伯達的人來 我去後面看看 如果找到他們的玩 我們回去老宅會合 說完了之後 我沿著這座老宅的政堂 繞了進去 繞到了政堂的後邊 我才發現 原來後面還有一線大門 看來 是通往祠堂的後院 而我們在高崗上看到有好幾層的大院 看來就是從這裏進去 而我剛才聽到的那些哭聲 想起來 亦都是從後面發出來的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賀聯商 和放臭皮剛剛把儀器打開的時候 就發現了些什麼 於是他們丟下了那些工具 跑出去外邊 順著後院 找到這道門 繼續追查下去 想到這裏 突然間在我身後傳來一把聲 後院的陰氣很重 你想好 到底要不要進去 我不是叫你回去的嗎 為什麼還要跟著我 原來廖哥明跟著我身後 廖哥明繼續跟著我就說 廢話 我帶你出來 就要對你負責 你如果出了事 我怎麼跟你爸媽交代 這個是我第二次聽到他這樣說 不管怎樣也好 聽到這番說話 我心裏也很溫暖 知道他這個時候 都不會丟下我一個人 我們兩個人相視而笑 進了後院 天也完全黑了下來 而這陣子 我聽到的哭聲 再也沒有出現過 所以我非常擔心 賀連鑫 他們是不是出了事 現在的天 雖然黑了下來 但是好在 在後院的走廊 每個階段距離 都掛了一盞燈 這些燈 看上去不是很光 但是應該是定期 添加燈油的長明燈 那些燈光如星 照到整個大院 淒淒淒淒 院裏面迎面而來的 是一排房屋 其中有一線 是半掩住的 廖國明低聲問了一句 我再次提醒你 在後院這裏 陰氣很重 我也有點處不過來 這裏裏面肯定有古怪 你到底還要不要進去 我低聲地回他就說 我們來這裏 不是為了探查些什麼的嗎 這裏的陰氣這麼重 不是更加證明裏面有問題 我現在基本肯定 影響他們家裡運數的 就是前面房屋裏面的 那隻長毛貴 跟這裏的陰氣 應該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聽他這樣說 我又有點猶豫了 一直以來 我都是聽他說的 他說去哪裏我就去哪裏 但是這次 廖國明看來準備要我做決定 我想一想 突然想起 自己身上哪個鍾葵刺身 爺爺說 他要定期用陰氣來滋潤才行 如果不是就會死 現在這裏陰氣這麼重 看來 對鍾葵 是有好處的 想到這裏 我仰仰手 死就死了 進去就進去 廖國明對我的意見 好像沒有什麼意義 他見到我抬起腳準備進去 他突然間攔著我就說 我先進去 如果有什麼事 你不要理我 快點離開這裏 有沒有這麼嚴重 廖國明指下那道門就說 你沒有看到嗎 這道門 一開一合 那又怎樣 這樣 就說明了這間屋 是一間空亡屋 裡面可以住人 也可以住鬼 一些路過的鬼 看到這樣的一間屋 就會住進去 也就是說 這樣的房門 會被路過的鬼 提供這樣的訊號 所以 農村裡面很多地方 屋裡的老人 都會說 關門的時候 要不就關上 要不就開雨 千萬不要半開半合 原來是這樣 這樣的話 還真的要小心點 沒想到這麼小的房門 竟然會釋放出這麼重要的訊號 但是我都沒來得及反應 廖國明就遞了一支 好像刺針一樣的東西給我 他說 這支是古龍木刺 如果遇到危險的時候 可以用來刺自己的宗旨 刺得越深 陽氣就來得越快 總好過給自己用指甲來按 這個壞東西 想的招數真是聞所未聞 不是吃雞糞 就是刺自己 還要刺得越深越好 唉 不過有這樣東西 總好過沒有 而這時廖國明 已經賣開了大步 閃身進入了那間房 他剛剛進了那扇門 就消失了在黑暗當中 我連忙著跟著他 但是剛剛賣出了腳步 就不知被什麼掛低了 腳下一個鬥痕 身體就向前跌了出去 這下我沒有準備 一下子 就把那扇關在房門撞開了 而廖國明也還未走遠 被我這樣一下撞到他的背後 嚇到他 亦大叫了一聲 這下就好了 本來我們準備 靜悄悄地走進去 就被我這樣一撞 再加上他一叫 發出的聲 在整個屋內 顯得格外突出 我們都穩住身體之後 等了一會 似乎沒有什麼連鎖反映 我轉頭一看 借著外邊的光 發現 插到我的 竟然是一道門檻 但是這道門檻 足足有30厘米那麼高 而我正是駐前邊的廖國明 並沒有鑽到腳底下 這個門檻 所以才被鑽低了 其實也難怪 在這間屋裏面 都是古代建築 而那些古代建築 甚至乎一些農村的家 都是有這種門檻的 我聽廖國明說過 門檻在風水學上 是很講究的 相傳這種門檻 就能夠擋著僵屍 和鬼魂的入侵 由於長期阻隔著陰氣 雖然這種門檻 千萬不能踩 否則 就會晦氣全身 雲素喪失 而我 還記得小時候 十分跳脾 經常踩著門檻玩 爺爺每次見到 都要捉著我打擊一下屁股 我小小的想起 剛剛自己逛到的時候 應該沒有踩上才是 如果不是 我才已經這麼黑 再加上這些晦氣 恐怕今晚也很難活得下來 經過了這樣的插曲之後 我一直提著 他心稍微放鬆了一點 畢竟 我搞出了這麼大的動靜 也沒有引來什麼可怕的敵人 這個時候 我寧願將潛在的對手 叫他做敵人 而不是什麼鬼魂 如果是敵人 還算是個人 如果是鬼魂 那就難對付了 不過我突然想起 咦 有一點不妥 剛剛廖光明說 那線是半開半合的門 是被鬼進來的 但是現在又弄這麼高的門檻 用來擋鬼 這是什麼名堂 難道是跟鬼開玩笑 那那隻鬼會不會瘋了 而這陣子 廖光明又再向前走 我也不敢再去想這些 慢慢跟著他向前走 就在這陣子 廖光明不知何時 拿了一支手電筒出來 你這個壞人 有手電筒你不早點拿出來 害到我逛在門口那裡 而廖光明 他一路走 一路护身 走得開始慢慢 快起上來 手電筒我只有一絕光 只是照亮前面很小的範圍 他腳步不停 等到我在擔高頭的時候 他已經消失在視線當中 我想 這間屋應該是前後兩線房門的 因為很多古代建築 都是前頭通透的 我這陣子 心裡邊就埋怨了 你的廖光明 走得這麼快做什麼呢 這陣子 前面透過一絲的光線 我順著這一點點的光 走過去 之後果然發現 有一道房門 我慢慢靠近的時候 意外地發現 在門的外邊 有支手電筒 我發現到的那些光 就是從這個手電筒上發出來的 看來 廖光明走出這間屋之後 把手電筒丟在地上 他這樣是什麼意思呢 而這陣子我再找廖光明 整間大院都是黑咪媽的 一點聲音都沒有 也沒有了一個人 等等 沒有了一些聲 我腦也冷靜了下來 發現有點不妥 剛剛我追尿光明的時候 我居然沒有聽到一些聲 這個怎麼可能呢 我們都是有體重的嘛 走起路來 就算再放香腳步 也不會沒有聲 更何況現在那麼靜 我跟在他身後 怎麼會聽不到聲呢 現在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 我剛才跟的不是人 而是 鬼呀 想到了這裏 我感覺到瘋的聲 那個是人還是鬼呢 那個 那個廖光明他去了哪 我伸手 從門外邊撿起那支手電筒 另一轉頭就去找廖光明 這次我有了手電筒 找你上來就容易得多 我用手電筒在左右兩邊搖晃了幾下 果然看到 在地上睡了一個人 弱也不動 我嚇得很害怕 但是 也跑了過去 用手電筒一照 果然是廖光明躺在那裡 我的心放下來了 伸手去摸了一下廖光明的鼻 發現他 鼻息非常虛弱 廖光明看上來 似乎是受到人襲擊 我也沒有想到 那個人 還是鬼來襲擊他 為什麼他不是襲擊我呢 看到廖光明的樣子 我靈機一動 摸出了他那支古龍木刺 沒想到他這支東西本來是準備給我的 但是現在要用在他身上 我拿著那支古龍木刺 想著 死馬當活馬醫 握著他的手 絕行力的一刺 向著他的指拖死死刺下去 這下真是見效 那些血 巴巴聲的流了出來 哎呀 你想刺死我嗎 廖光明罵了一句 但是聽起來 他很虛弱 哎呀 謝天謝地 謝天謝地呀 你嚇死我了 你幹什麼鬼呀 躺在地上邊呀 廖光明 慢吞吞地說 剛剛我摸出了這支手電筒 準備照下這間屋 結果 感覺都手臂一捅 同時間身體就軟了下來 手電筒也都被人搶了 其實剛才你過來的時候 我都看見到你 只不過我講不出話 身體也動不了 幸好你懂得用這支古龍木刺 是啊 剛剛呀 有個人彎著腰 舉著手電筒就走過去 我還以為是你呢 是他搶了你的手電筒的 那他是人還是鬼呀 應該不是人 我感覺到他有很強的鬼氣 哎呀 一個鬼 搶你的手電筒來做什麼 才行的 這陣子呀 我覺得背部都發涼了 如果那個是鬼的話 剛才我跟他走那麼遠 唉 真的不敢想下去 照我的推斷 應該是那隻鬼 被困住在這間屋裏面 對好我們進來 而那支手電能夠發光 有點像太陽的光 但是 又沒有陽光的那種陽氣 鬼魂 用它 就不會被損傷 這樣就可以冒充人來 走出這間屋 我點點頭 然後就問他怎樣 行不行 廖光明點點頭就說 還可以 不過 我現在的身 暫時還未能夠恢復得過來 現在我手有點遠 你先扶一下我 我扶著廖光明就站了起來 將支手電筒就照了整間屋 從我們進來到現在 還未來得看清楚這間屋 就遇上了這件怪事 這次總算可以看清楚整間屋的結構 我拿著手電筒 在牆壁那裏照了一圈 結果我發現 在牆壁那裏佈滿著斑蘭的手印 東一片就西一片 但除此之外 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我又舉起了支手電筒 向屋的四個角落照了一下 然後 我就看到 手電筒剛剛照過的地方 那些昏黃的光圈裏面 影射出一張 帶著血的人面 嘩 你又嚇到我大叫了一聲 向後退了出去 結果 我的手電筒也掉了 屋裏面再一次 陷入了黑暗 而我扶著廖光明的手 也鬆開了 廖光明 那一聲 身就掉了在地上 我跟他說 有 有個人 哎呀 你差點就掉死我了 快點找回電筒再說 我等了一陣 結果沒有發現到其他動靜 開始震騰騰地在地上摸回那支電筒 這陣子 我內心簡直就崩潰 腦裏面不斷在回憶著 如果 我摸到一隻腳 或者摸到一隻手 那怎麼辦呢 結果一切 都是我自己嚇自己 時間過了不久 我就摸到地上那支手電筒 我一按過開關 黑暗算好 那支手電筒沒有壞到 房子又一次出現一道光線 廖光明這陣子也說 我想 剛才我們剛剛看到的 應該是尊佛像 經他這樣說 我撞著膽 再一次照向那個方向 在離我們兩米多遠的地方 那個長角落那裏 有一張香港 上面 果然坐著的人 動都不動 我把手電射到他的臉上 這次我有所準備 雖然 那一張是一張血臉 我也嚇了一跳 但是那臉 似乎是被血包住 五官也被血染紅了 但是能夠看得出來 他的五官就很生硬 沒有活人五官那麼活潑 於是乎我把這支手電 將他從頭到腳打亮了一次 他果然是一尊神像 只是從他衣著打扮上面 我還分不出 他到底是甚麼神 這尊神像 在個香岸上 盤失而坐 所以看起來 跟真人的身高差不多 只是他的身材 比正常人瘦了一圈 從他的衣著和上貌來看 不像是中原的神 俗話都說 沒吃過豬肉 難道我還沒見過豬跑嗎 中原的神 雖然形態覺義 臨臨種種 但是終歸都是大同小異 這尊神像 跟我們在外面見的神像 實在很不一樣 廖哥明這陣時都叫 快點 快點扶我起來 這陣時我才注意到 廖哥明他還趴在地上邊 於是 我立即扶了他起來 廖哥明氣喘喘地指著那尊神像就說 你尊神像 我看 他似是用真人來做的 我亦都嚇了一跳 神像一般都是用石砌或者泥索 怎會用真人來做的 不過經他這樣說 我最認真看過去 發現還的確跟真人有點像 來 快點扶我 走過去再看多下 廖哥明他腳很無力 只能夠是由我 撐扶著過去 看到這尊神像 我還多數有點恐懼 扶著廖哥明慢慢地走過去 走過去之後 我聞到一股很濃烈的血腥味 而這些血腥味還未散 似乎是剛剛塗上去一樣 這些 難道是人血 想到這裏 我背部也發涼了 就在我看得入神的時候 廖哥明一手指著下 神像的身體就說 這個 應該是一股乾絲 乾絲 我看了下個神像 難怪啦 難怪他那麼銷售 看上去 好像是被人用油彩塗上了之後 人為地造上了一股神像 但是他 又怎會被供奉在這裏呢 上邊的血到底是甚麼回事呀 有一種可能 雖然他是乾絲 但是被裝扮成神像之後 再加上年代久遠 或多或少對鬼魂有些震脅作用 如果被染污了血 他僅存的那些法力 也都發揮不到出來 這個就好像我們方氏入面的法器 被污物碰污了一樣 這樣說 那些 那些血不會是人血嘛 不會 如果是人血 起不到相應的作用 只能增加這句神像的淚氣 這個神像被潑了血之後 唯一的目的 我想就是 這間大院裏面 有些甚麼 很怕這段神像 你記不記得 剛才我剛剛說過 這間屋裏面 困了隻鬼 我點點頭 這個神像 難道是用來震鬼的 嗯 但是 現在他被潑了血 那隻鬼就解了困 剛好我們進來 他就搶了我手上的電筒 跑了出這間屋 廖光明這樣解釋 好像剛剛解開了我的疑惑 但是 又是誰向這尊神像潑的血呢 總不會是鬼自己做的 他如果能做得到 早就這樣做了 何必等到現在呢 這間這麼大的賀氏宗池 到底還有甚麼秘密呢 我突然想起來 我們來這裏的時候 是因為一聲突如其來的哭聲 我們判斷 是賀聯傷他們發出來的 但是 我們走到這裏 除了一句乾絲和鬼影之外 連一個人影都看不到 這陣時我打著手電 在這間屋裏面四周圍找到去找 發現除了這尊乾絲的神像之外 其他東西就甚麼都沒有了 這陣時 我突然間聽到 一聲 鐵鐵鐵鐵鐵的聲音 好像是水珠的聲 我以為是自己聽錯了 但是突然間又傳來了一聲 廖光明就說 在上面 於是 我把手電筒向上照了一下 這陣時我很驚訝地發現 在頂樓的這塊地方 已經被血染得紅了 正是形成血珠 往著地上滴下來 而滴下來的位置 正好就是那尊乾絲神像的地方 而廖光明這陣時 一副仿原大悟的樣子 哈 我知道了 我想 是這間屋原來佈置了一個局 你看一下牆上面那些斑斓的手印 我想 這間屋的牆壁和頂樓 被潑了血 只是上面又淘了一陣東西 而這些東西 可以防止那些血不凌固 保持著原來 封住的牆壁和頂樓上面 而在一個適當的時機上面 它再化開來 從而滴到神像的頭頂上面 放走了這隻被困的鬼魂 什麼 適當的時機 是 是什麼時機呀 你總後來逃上去的東西 它起陰不起陽 這間屋原本鬼氣就很重 可以令到它保持原樣 但是我們後來進來之後 人氣沖了鬼氣 那樣東西就化開了 所以就被風在入面的血 慢慢滴下來 嘩 我聽到遼國明說到 好像天花亂聚一樣 這個世界上 又怎會有這些東西 那麼神奇呢 有 我倒是想到有一種這樣的東西 它能夠封住血液 如陰則固 如陽則化 嘩 你說的是什麼呀 用西域的胡提果實 曬乾了之後磨成粉 然後再參加著 駱駝夜間牌的糞便 和雪水 相互攪拌之後 形成了一種 好像糊狀的東西 這種東西 在我們方術入面 稱之為 胡提女 嘩 你說的 我都聽不明白 我們本來是看一間房的 怎麼會搞出那麼多東西來 連西域都請出來 話又說回頭 西域 在哪裡 是什麼地方 廖光明笑了一下就說 西域當然是古代的說法 現在大概在新疆青海一帶 你不要忘記 我們來到賀家老澤之後 不是第一次看到西域的東西 經過廖光明這樣提醒 我突然之間就想起 那棵被我臨死的西域青甲葉 那些都是來自西域的東西 難道都是這麼巧合 廖光明又說 還有 我對聖事的起源不是太了解 但是賀年這個福勝 應該不是中到全城下來的聖事 郭明哥 難道 他們這個是西域的聖事 這樣說 何總他們一家都是西域人 這個還有待考證 現在在牆上那些東西 是不是胡提類 還很難說 這個只是我的猜測 我看這座祠堂的範圍很大 我們繼續往裡面走走 我點點頭 問廖光明現在感覺如何 他說已經沒什麼事 放開了我的手之後 他自己就慢慢走 看起來 他已經沒什麼大礙 我打著這支手電 來到後門 也是那隻鬼出去了的地方 走出了這間屋 迎面而來的是一個回廊 回廊前邊憂心直靜 客媽媽 不知通去哪裡 好在這陣子 月色尚名 我們一前一後 準備從那個回廊那裡穿出去 我心裡邊想這個何總 真是有心情 對老祖宗真是好 這座祠堂 收到好像以前的皇家別院一樣 那個回廊兩邊有一條圓柱 柱和柱之間 用木欄杆 相連 我用這支手電筒隨便放了幾下 那些木欄杆上邊 雕刻著柱一些奇怪的花紋 看起來 不像是我們中原的樣式 我們繼續往前走一段距離 這個回廊依然沒有走到盡頭 回廊前邊的路 嚇咪馬賊 看上去 就好像 一隻鬼張大了個口 等待著我們進去 一樣 現在我的心 好像小鹿亂狀 那樣 不單止是這樣 我們的處境也都很微妙 我總是覺得 在我們的身後面 有雙眼在挖著我們 我們的一切行動 好像在人家的監視底下 還有的就是 我們剛才聽到的一聲 快叫 到底是誰發出來的呢 如果說 是賀連傷他們 為什麼我們走到現在 連一些蛛絲馬跡都沒有發現呢 我們繼續走著走著 突然間廖哥明停了在 他搶了我的手電筒 站在一邊的回廊上 用手電照了幾下 照到了回廊的頂 跟著廖哥明 又試我們繼續向前走 我低聲地問他 是不是我們遇到鬼打牆 廖哥明點點頭就說 你住到沒有 這座大院裡面 起了霧 我住了一下 果然在半空當中 出現了一層薄薄的霧氣 只是比 我們在學校家裡遇到的 薄了很多 廖哥明沒有說話 只是低頭向前走 我跟著他走 走了約摸有二十幾分鐘 廖哥明停住了腳步 對眼 死死地看著前面 我慢慢地跟著上去 不用他說 我都知道為什麼會停下來 因為在前面回廊的地面上 有一束光 是我們放在那裡的手電筒 事實證明了 我們真是遇到了鬼打牆 走了那麼久 都還沒走出這個回廊 廖哥明走到前面 把手電筒撿起來 轉頭就問我 來來來 雙七 那隻薄薄你還有沒有帶著在身上 我點點頭 因為在離開家鄉的時候 爺爺曾經說過給我聽 要我帶著那隻薄薄 還有那枚永樂通報 他說 有機會用得上 於是我從隨身的行李那裡 拿了那隻薄薄出來 遞了給廖光明 廖光明捧著那隻薄薄 好小心地放在地上 薄薄的嘴含著那門永樂古前 神氣活現 廖光明再次掩出幾條紅線 在手裡打了這個臉 然後 將那條紅線纏在薄薄的肚上 然後 他捏著那枚前 把古前從薄薄的嘴裡拉出來 這陣子 我看到薄薄身上的紅線 開始慢慢地動動 好像幾條紅色的蟲 趴在薄薄身上一樣 隨著紅線的動動 我看到有淡淡的水武器 從薄薄的嘴裡噴了出來 那些水武器 慢慢地升到了上空 開始擴散開來 和回廊那裡原有的武器 合而為一 時間過了沒多久 那些武器 變成一條條的絲狀 慢慢地向著薄薄的嘴裡 轉了過去 四方八面的武器 慢慢地匯聚過來 我和廖光明靜靜地看著 那些武器本來就很淡 過了約莫十幾分鐘 就被薄薄吸進去了 廖光明看了一看 隨手把那枚古前 塞分在薄薄的嘴裡 這陣子 原本在回廊上邊的迷霧 已經散開了 廖光明鬆了一口氣 帶著我向著回廊的深處 走下去 這陣子沒有了鬼武的困擾 我們走出了十幾米後 就看到了回廊的出口 只是那個出口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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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